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很想问一下你 其实你一直很活跃 回到来又搞会员之呼 为什么一定要用独立身份 而会员之呼 不将它变成一个政党呢 我想我真的没有能力将它变成政党 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政党 你要很多资源 不只是钱人 内部做管理 招募党员 又要搞资部 还要有这样的人才 就像你这样的人才 一出去有人认识就有知名度的 正所谓有些人说一站出来就有票了 那就不同了 你不是那么容易找的 始终香港和美国的政治是一个新行业 或者新兴行业 你知道找的钱是少的 就算立法会员加了身体六万多而已 你也知道一个政务官 高级政务官都多少钱你都知道 首长级官员都12万了 那你区议员就万九 如果你做全职区议员 养家都不容易 那你怎么吸引人做呢 今次我的智库 一回来找到两个年轻人 抽考一个我同学 一个前AO 肯出来选区议会 两个都选到 已经很幸运了 你派四个有两位选到 已经很高成功率了 港岛就百分之一百 九龙就百分之一百输 嗯 就是推动民主也好 有些人不喜欢 香港很多人始终不喜欢靠边 但是政治有得中南呢 嗯 我们只是盟雅嘛 香港有多久政治历史呢 二十多年而已 选过的人做个助选团的 就知道不可以中立了 选完之后就好像足球做啦啦队那样 你捧红魔鬼就红魔鬼 捧红魔鬼就很憎恨另一队 就是很忠于他 那是不会的 不如今次你们选这样 你们两边支持的阵营 都有一些挺激烈的行动的 差不多吵架啊 打架那样而已 就是我想双方都有这样的指控 我自己的经历啦 你知道我被人嘴激的啦 我在两个票站都有个名嘴 不停地扑过来啦 电视也拍到啦 那都好像足球一样啦 都难以有一些粗暴一点 你回来之前 是不是已经打算成立这个会议置库的了 在美国 我是到05年 开始决定 读完诚诚就走了 不读过博士了 读够了 应该学义自用啦 那就跟我的小同行 Ronald 大家谈了 不如我们两个都回去参选啦 那至于成立的智库 就是05年的一个Christmas party 又遇上一群 香港来的科技人 同学啊 那大家说起觉得 应该带些 外国见到好的东西回香港 我们大家都这么关心香港 大家都想回香港了 毕业啦 或者回去工作啦 不如回去搞个智库啦 因为这些智库 think tank 公民社会组组 政府没有接触过你说 啊 叶太你搞过这些这样的事情啦 当然没有啦 我想 真的都不是 我想我回来之后 会多了人知道什么叫智库啦 我们搞了啦 是不是 你觉得是不是 我最记得一回来之后 我们推出这个智库 都很多传媒来报道啦 有一张日报就说 长库短库热库 听过 没有听过什么叫智库 什么来的 以为是富有的富田 智库花丸 是啊 真的 所以就完全用来自发 几个同学 和几个女美港人搞的 因为你将那个总部 放在中国海外大厦 那令人就很联想到 一定是跟亲中派是有关的啦 其实纯粹巧合 因为呢 我都决定了搞的智库 我要找社字楼 我打回来 找回我入境署的 对我很好的旧同事 例如蔡sir 他做了我竞选办的副主任 他退休了 就有空了 那我就问他 入境署最熟湾仔的了 那我租环家 也不可能啦 这么贵的租 难道去太古广场 也不可能的 不过又严远了 则如冲 最好湾仔 入境署最熟湾仔 那我就找我的旧同事 P.L. 蔡sir 蔡炳麟 以前的助理署长 你帮我看一下 有哪里 他跟我找了几里 一道天落里的 很快被人租了 找了几里都是租金 我开始建的 那我就 06年3月 他找到中海大厦 那我叫他 快点立 快点和我落取 快点去和我搞租 我一于要那里 不想太多了 幸好我租了 你知道跟着租金起得很厉害 我那时候还比较相宜的租金 那谁资助你的 第一笔我自己出 你出了多少钱 第一笔七十多万 找会计师 找律师 租写截楼 请伙计 也请旧政府同事 那你说第一笔 那跟着下来有什么人资助你 各界囚 你自己去囚 是啊 是啊 去厦门 那通常成功率高不高呢 一开始是难些的 甚至我的同乡中亲会 也有帮助我 有些以前支持我的 我找回他 多多少少都捐一些 集役成球 那现在筹到多少钱 一年要几百万经费 那我筹到 那你现在不用再自己资助了 我今年又再拿了些出来 又拿了多少钱 那 那 一百万 我自己拿了 你贴钱打工 自己没有收人工 我不给自己 是否靠这些长粮 你知不知道 长粮真的很厉害 长粮真的很厉害 因为我2002年高官问责制 要强迫退休 那时候我第一 第一 五十一岁多 而且我 我选了New Pension Scheme 要到六十岁 是的 那个计法 你知我是吃虧的 那时候我退休 我的计法是很吃虧的 不过我没有跟董先生计较 计要人帮 是吧 那说真的 我那个欣赏 都不及现在那些 财经界一年的bonus 那叫做一筆过手 先把你那个长粮的百分之五十 都不及你知 譬如今年金融界那么好 很多人一年的 可以比较的 但是别人一年的bonus 都比我做一小的退休金 因为我早了退休 我的Pension 是低于我保安局女秘书的人工 是的 四万多 都不错 不用给你死的 那倒是 所以有些公务员这样计 有些公务员说 我做到Full Pension 立刻退休 嗯 真的有些人这样计 因为你越早拿 你越享受 其实你觉不觉得自己是一个 可以做到特首的材料 我说你认为自己 代表你一定会去做 不敢 想都不敢想 材料 你觉得你是不是 不敢 我做很多东西要学习 你觉得你自己做不到特首 暂时没有这样的材料 嗯 很辛苦的 这份工作 真的非常辛苦 你会不会向着特首来做一个目标 将来我要做特首 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做一个好的候选人 因为我答应了我的支持者再接再来 那我就不应该令他们失望 先想一下如何选立立法会 但是做一个立法会议员 帮到香港很多 你觉得 对我来说就很有帮助 因为譬如我关心的政策 教育 刚才你问起我 我来到基层的人关心什么呢 很多人跟我谈教育 那些中产的屋苑 我在派一些冒浴教育单章 很多家长来跟我谈教育的问题 教育和经济转型 那如果我做立法会议员 我可以加入一些Panel 那些事务委员会 拿回多些政府的资料看 那我想我会希望做到一些事 但始终都是在边围 这个行政主导的 真的进去政府的一份子 才推到一些政策 那特首是最高的了 当然可以贡献更加值得 那现在已经跟以前不同了 以前就是殖民地时代 就真的行政机关 正所谓是持续的了 那时候的议会 都没有真正反对声音 但现在就要听多很多了 例如你说 策法会 我们现在加入了 都有机会说话 如何吸引人才 培训人才 入境政策要怎么修订 我们也有份说话 都放松了些 例如你知道很多人说 我们大学招收一些内地学生 为什么读完帮人培训了 立刻要逼人走 肥水流去 用不了钱培训那些优才 不让他们在香港做些事情 那很多策法会的成员都提出了 现在又放松了些 所以我想今时今日在外面发声 都会有些帮助 但始终在里面更直接 你真的不会向着特首的目标埋进 但在里面也有个问题 今时今日因为我们越来越民主化 你只是有政府法定的权力 而没有直接的民意授权 都是一个很大的制爪 我真是真是希望香港早日民主化 全面民主化 就是希望施政和民意 真是可以结合 透过制度的全面民主化 是可以重新统一起来的 我知道你妈妈也是一个电影的明星 你妈妈不是正室 不是正室 那会不会觉得有点自卑 女仔最重要 不要靠靠男人 你爸爸也算是外国商人 我知道你弟弟 他在菲律宾做风水师 是的 我结婚的时候在飞鸢山 他就说 沙地老重你很难有弟弟 像多的 你个是香煎鹿鱼豆牛饭 很美 很美 二色番茄云吞半茄子 很美 唷 你让我喜欢 değiş ... 等待您下好像最 Carlos 很漂亮 好吃 我知道你小时候读书的时候 参加这个话剧比赛 拿一个童角奖 八岁左右 做什么角色 做个乖乖女 剧情很传统 有一个穷的同学 没有钱买球鞋 班里面几个乖的同学 都问家人 拿五块钱 每个人作一个理由拿五块钱 就是去买球鞋送给窮的同学 那我就是其中一个乖同学 就是这样 那个年代的故事很純情 很简单很純情 很简单很純情 会不会都是受到你 妈妈的分图 因为我知道你妈妈都是一个 电影的明星 她做不红的 人家的演技是真的妈妈 有人告诉我表情比我更像僵尸 对 人家说她是木口木面 她拍了三部电影 也是做第二女主角 后来跟着我父亲 之后就没有再做 是华彩鳳的事 是的 在Film Archive也有她的三部电影 你自己有没有看过 在Film Archive也有 你是不是真的觉得她做得不好 那个年代 你知道 那些人好像是 是夸张一点的 是 是 是有声说的 有声的 有声的 我小时候 反而跟她有见那些 Auntie 扁衣 扁Auntie就是白眼 我家里还有梅姨Auntie 子罗莲Aunt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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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嫁姓廖 她的女儿也是姓Steven 王曼妮Auntie 叫Auntie Mary 叫Mary姐 那些人叫做 我小时候跟着一群 她 红线女Auntie 我记得我保选的时候 也有人在广州传过口信给我 说红线女Auntie支持我参选 她又叫我多笑点 是啊 哈哈 如果我学她笑得这么漂亮就好了 她说她支持我参选 我认识你香港没有票呢 有的 女姐香港有票的 早知叫她来做助选团 可能会帮到的 是啊 你欠了四万多可能就够了 是啊 下次在广州请她来 还要找她唱几句 是啊 是啊 她站在那儿已经可以了 哎呀好妥 下次要她说 看她请不请到 看在我妈份上 那你小时候认识了 那么多演艺界的Auntie妹 会不会都想做演艺界 那没有 因为我很快就很投入读书 书呆子 所以我比起樊太 余曾 那些妹妹江欣燕地 我目睹很多 打球也不行 唱歌也不行 我只是读书一尾 所以成绩就好了 所以成绩就好了 现在看起来就太狡猾 太狡猾 那妈妈在哪里认识爸爸的呢 据说是打仗走难的时候 在香港认识 一结婚就什么都不做了 妈妈全职做家庭主婦 是啊 但是你妈妈不是正室来的 不是正室来的 我爸爸是很年轻 在新加坡已经结婚了 然后就来到香港 认识了我妈妈 那我妈妈跟了她 又娶了一个 那我后来大了 都问她 我爸有老婆 你都跟她 那时候打仗 有人照顾你 罐头粮食 送给你 给地方你住 你不跟她 跟谁 想起来就是 一个女孩 她已经走难走到来香港 有人照顾你 兵方马 所以都很正常 那爸爸不是经常见到她 你小时候 经常见到 直至到他五四年生意失败 我记得他两间店铺都是在南北行 那时候的商业中心 一间代理寺 叫有余行 一间代理未知掃标常态行 所以小时候我喝茶都是去大同 金城 国民那些 金龙 银龙 那时候的小商人 那个年代 跟现在的巨富 没得比 那她寒战愁 生意失败 她回到新加坡 因为新加坡还有些基业 那就两地走 所以我长大的时候 见爸爸不是那么多 你知道那时候坐飞机 不是那么方便 一年回到一次 最多就是这样 你自己妈妈生的兄弟姐妹有多少个 就是我和我弟弟 另外那边的正室 有一个同乎义母的哥哥 很少联络 偶尔说一下电话 那会不会觉得自己妈妈不是正室 其实觉得有点点自卑 或者不开心 小时候 自卑是没有的 因为其实很多人说我过度自信 是的 自卑是没有的 不过我妈时时跟我说 女孩子最重要 不要靠靠男人自己要读到书 所以我变成了很重视自己去读书 还有我读书其实是兴趣来的 一开始读就有兴趣 我知道你弟弟都过了身 是的 都很年轻 49岁的时候过了身 他就在菲律宾那里做风水师 是的 那你信不信风水的 我不信的 但我也有请教过 即是我也随俗 譬如我住在菲徒山的时候 那里人说杀气重 我也会觉得 你也会觉得 因为你也住过那里 我经常上班经过 我觉得那些峭壁很厉害 好像刀一样 我住那里就是对着峭壁 我们看到菲徒山那些爬山队在那里训练 那我也请过一位大师上来看过 一结婚的时候 那他就说原来 他说加山加山 水就煮财 山就煮丁 那他说你这里这么陡峭 后面的山就包不住你们 他说如果是很柔和的邪波包住你 那你就发了 这叫肉大还腰 你又还不了 对着这么陡峭的峭壁 沙迪奥崇 你很难有弟弟哥的 你很难生到儿子的 那他就教我有一些金鱼 那想起来有一些道理 因为结婚七八年只生到一粒 都是女 你不是特意不生的 就真的生不了 很努力都生不了 是 结果都是女 你中国人说女 不算数 没有给我女儿听到 古老的人是这样 这样想的 所以他也说得有些道理 是不是因为这样 所以叫女儿做大妹呢 希望再生多个二妹三妹 或者二弟四弟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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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女儿就很不喜欢我叫她大妹 但我其实希望有二妹三妹 一路一大一大拖下去 你讲回你爸爸 我看回一些资料 你爸爸也算是外国商人 是啊 我小时候当然不知道 不知道大人做什么 他死的时候 我才二十岁 但后来听到长辈说 华侨是爱国的 譬如在海外住的香港人 都特别挂着香港 看回你们的片集 回来香港 搜罗那些翡翠片集 回去播 真的是这样 我想因为 我的曾祖已经 移民到南洋了 可能去到被人欺负过 所以就是很挂着家乡 和外国 但我只听我妈的信 说我爸很会做大陆生意 他说他代理大陆卷筒子 他说你学人智生就好 他说别人代理欧美子 又不受韩战影响 你爸做大陆生意 哎呀 吃到猛 那就是 婦女的角度 当然是丈夫 越赚得多越好 我只听到我妈的信 后来是生意失败 是 那你不是家境 立即有很大的转变 你很小过 大屋搬 搬 大屋搬小屋 你大屋搬小屋是怎么小 由多大搬到多小 我记得出生的时候 我妈说我们住在巴丙顿道 这些屋是三千多尺 很大的花园 大个露台 到家里有很多工人 吃饭两台 有这么多人 哦 他的工人 工人两台 我婆婆的都在这里住 到环境不好 搬到潘南道 我想一千尺左右 养不起 没法照顾我的婆婆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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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不是搬回廣州 廣州便宜很多 于是我妈 的人 非常孝顺 血浓于水 在他的血液里面 是顾家的 小小 小时 经常带我们回大陆探亲 你记得那时候 大跃进 文化大革命 内地大饥荒 很苦的嘛 那我妈妈那时候 还要过廊湖 真的买那些 蓝扯布 做个大布袋 塞罐头 油 米 药 塞进去 带着两个小孩 找人帮 拖过廊湖 到一步 他们的蓝布袋 拆出来 用来做几条扯褲雀 来帮我扣父 扣母 表哥表姐 当时你爸爸不单止 你妈妈还养了他的家人 是啊 那时候是的 所以他根据是有道理的 是绝对有道理 叶太从政多年 有多少难忘的人 难忘的事 人最温顺 天和就是尤德 麦李浩高尖远速 为逆信 他做事很认真 很了解中国 夏顶基很多人都很害怕 我真的试过 被一个高级助理警务署长 他就得到我 I have been shaved 推销23朝的时候 其实当时这个推销的手法 是你自己决定的 还是其实董先生也有份 增入权增特首 作为一个特首 你怎样评价 我想现在是难做的 外表硬朗的他 经历过丧夫之痛 更是单亲妈妈 面对着人生的种种风雨 他内心又有多少遗憾 当时我就很驚慌 第一次面对人家是斩膽的那种痴尼 自己顾自己 你读饱书 你顾你妈 人生 回家哭 我先生就是肝胆 知道他是真的病 不可以过正常生活 我就立刻拿酒 我不知道自己拿多久 我立刻不睡 那先生离开了之后 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你少了个男性 我开不碰他 对他是不公平 下一集《芝云上局》 我们会继续走进这位 铁娘子的内心世界